同学们,大家好,这节课我们要进行的是书法专题的复习课。 书法这道题每年一般出现在北京中考语文试卷的基础与运用部分,分值通常为两分。 我们这一节课的学习目标定为以下三点。 一,能够认识书法的考点类型,二,能够学会赏悉书法作品,三,能够结合具体语境中的书法知识,解决语文实践中的具体问题。 书法这道题在命题的测量目标当中,主要是考察同学们能否做到了解不同字体的基本特点,初步鉴赏书法作品。 比如呢,我们在进入正式的学习之前,先来看一下2019年北京中考这道题的原题。 请同学们呢,先暂停两分钟,阅读一下题目并思考选项。 好,其实这道题呢,考察的就是同学们对于字体基本特点的了解。 我们来看选项C,正座位T。 那么,形书的字体特点呢,我们可以说它行云流水,也可以说它呢收放自如,但是出现了结构云整端庄这样的字眼,那势必就不是形书的字体特点。 那么,掌握了字体基本特点呢,这道中考题就一定不会出现失误。 下面呢,我们就根据书法这道题的命题测量目标和考点类型来对中考语文的书法题目进行复习。 首先呢,我们来看考点类型一。 在考点类型一当中呢,会考察同学们能否认识书体特点,准确辨别书体。 那么,所谓的书法字体呢,就是书法风格的分类。 传统来讲呢,我们常说常考的,有传书、历书、楷书、草书、行书这几种字体。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分别来复习一下这几种常见的字体特点。 首先呢,我们来看传书的字体特点。 因形立异,大传呢,象形字很多,表现的方法也很多。 分布的结构法则呢,还没有非常的规律化。 那些一个人呢,可以表现他弯腰劳动,也可以表现成跪着的人。 等到小转的时候,才比较趋于统一,但也仍然保留了很多阴形立异的图像文字啊。 那么,第二呢,体正是缘。 第三,左不见撇,右不见那。 我们来看一下,左边宁静致远,这四个传书字体书写的字啊。 那,左不见撇,右不见那。 也就是说呢,笔画粗细一致,旗指都要藏风。 向左撇出的这个地方呢,并不用撇。 向右用那的地方呢,也不出那。 一概是趋笔弧线节字啊。 看宁静致远这四个字呢,字体粗细化一,力度速度呢,也都很均平。 那么,历书的字体特点呢,它是汉字当中常见的一种比较庄重的字体。 书写效果呢,字形是略微宽扁的,呈现的是一个长方形的形状,横长而竖短。 那,它讲究呢,残头燕尾,一波三折。 这个残头燕尾呢,就是比喻立书的横画起笔和横拨收笔。 我们以宁静致远宁这个字的横为例啊。 在长画起笔的时候,回风隆起,形如残头。 在横拨收笔的时候呢,顿笔写起,形如燕尾。 那么,楷书呢,是从隶书演变而来的,更趋简化,由贬改方。 它的字体特点呢,慈海中说它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故约楷书。 但是它其实平正而不呆,其正而不拘啊。 我们来看一下,宁静致远这四个字用楷书书写是什么样的效果。 那么,草书呢,是为了书写简变,也是在立书的基础之上演变而来的。 我们看宁静致远这四个字啊,用草书书写是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那么,草书呢,它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把这个字的点画连字,结构减省,偏旁假借。 但是它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乱写乱画。 其实到了今天,草书的审美价值已经超越了实用价值。 我们说草书的特点呢,总结起来,笔翼奔放,体势连绵。 行书呢,它分成行楷和行草两种,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 那它呢,是为了弥补楷书,书写速度太慢,和草书难以辨认而产生的。 也就是我们通俗来说,它不像楷书那么一笔一画的。 那行书相对于楷书来说,它更灵动一些,也不像草书那样通篇都连绵,过于的奔放自私。 所以行书相对草书来说呢,它更容易辨认。 我们看宁静至远这四个字啊,用行书书写,来看跟刚才草书的字体相比,它就是更容易去辨认。 但是相对来说,跟楷书比呢,它又更灵动。 所以我们说行书的字体特点呢,行云流水,大小相间,收放结合,书密得体。 那么了解了这几种书体的基本特点,我们能够辨别书体之后呢,咱们来看一下考点类型一的真体演练。 这道题呢,是2018年的海淀区二模式题,请大家呢,先暂停两分钟来看一下题目并进行选择。 好,从我们刚才的复习中呢,我们可以通过啊,这幅图片,判断出这样字形宽扁,一波三折,比如说上的这个横啊,那残头燕尾,比如说这个横波的起笔啊,和横波的收笔。 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出,这是属于历书的作品。 那么,历书的字体特点呢,选项D里面,洒脱飘逸,曼妙多姿,这应该是行书的书法特点。 那么这道题呢,就很容易得出了正确选项D。 我们再来看这道题啊,这道题呢,是2020年朝阳区的初三期末考试试题,也是请大家呢,先暂停两分钟来看一下题目并进行选择。 好,那么首先啊,我们通过A,B,C,D四个选项,就可以看出B和C呢,在选项内部当中,它就已经自相矛盾了啊。 凯书的特点呢,就不会是一波三折,那么行书的特点呢,也一定不是端庄方正啊。 再看A,A呢,我们结合图片来看啊,这个绝命词明显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因形利益啊,体正事源,左不见撇,右不见那的传书写成的啊。 所以呢,考点类型一的解题方法,只要我们能够了解传书、历书、楷书、草书、行书,这几种不同字体的基本特点,并进行记忆,就不会出现失误。 下面呢,我们来看考点类型二,初步赏息书法作品。 那对于书法作品的赏息呢,我们可以从笔画的长短、粗细、浓淡来分析和赏息。 那么呢,我们也可以从结构的、点画之间的、偏旁不守之间的、整体字形方面来进行赏息。 那么,章法呢,我们可以从字与字、行与行、间距的宽窄,包括整幅作品的节奏和气脉来进行赏息。 下面呢,我们来看关于考点类型二的真体演练。 这是2017年的北京中考的语文试题。 下面呢,也是请大家暂停两分钟啊,我们来看这道题。 好,那么其实这道题呢,评价欧阳荀的书法作品。 我们通过图片啊,跟ABCD四个选项来相对应。 A选项呢,行间茂密啊,明显不是这样的。 那么A选项呢,是来形容钟尧的书法作品。 B选项相对来说就很好排除了。 因为已经给出你了,这是苏子瞻,也就是说苏氏,在品评苏氏的书法作品。 跟题干当中的欧阳荀明显是不一致的。 那么呢,B选项一笔而成,偶有不连,偶尔才有不连的,整体都是非常连绵的。 这是张之的一笔书。 所以呢,图片跟我们C选项当中的关键字眼,寿映清寒是相一致的。 那么这道中考题呢,我们就也能得出了正确的选项。 所以呢,考点类型二啊,同学们能够从书法的笔画,书法的结构,书法的章法等方面,来进行初步的赏息书法作品。 考点类型二的题目呢,就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出现失误。 下面呢,请同学们暂停两分钟啊,把书法的赏息这几个方面,具体可以从哪几个角度去说,我们来记一下。 那么最后呢,考点类型三,结合情境进行运用。 也就是说呢,让同学们来体会书法作品当中,书法的情感与内容,来感受书法作品的精神内涵。 我们来看2015年的西城区的期末考试试题啊,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暂停,来答一下这道题。 好,我们看题干当中的信息,南宋北伐抗金的著名将领岳飞书写的初诗表,结合选文,也就是说结合初诗表的内容,和岳飞其人,也就是说要有岳飞的精神内涵,来品评这一书法作品,那么要结合书法作品的精神内涵。 那所以呢,这四分我们踩到四点,第一点,初诗表,那诸葛亮的初诗表,他表达诸葛亮,为报先帝星汉氏的这样的决心。 那我们再看,岳飞的精神内涵,他同时作为南宋北伐抗金的著名将领,他也有过北伐抗金的壮举。 那下面我们就要结合书法作品来看了,那这书法作品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其实在考点类型二当中,咱们也进行了讲解,我们可以说岳飞的这一幅书法作品,字体刚净有力,那么整个书体呢都行云流水,字迹俊美,笔法酣畅啊。 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把这个书法作品的精神内涵和岳飞以及初诗表结合起来。 那么这个书法作品呢,表现出岳飞,他有着和诸葛亮一样的精忠报国,兴富国家的雄心壮志。 或者说呢,岳飞对诸葛亮的敬仰之情在这幅书法作品里面,也能有所体现。 那么精神内涵与书法作品相结合相契合之后呢,这道题目呢,我们也很容易啊,就可以解答了。 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2018年的西城区的二模式题,也是请大家呢,暂停五分钟来解答一下这道题。 好,这道题目当中啊,他说清华大学的校训,字强不息,厚得在物啊。 那么甲图呢,是清华校园的悲客作品,乙图是书法作品,让你从书体和内容两方面,任选一幅来进行点评。 这道题呢,其实大家选甲还是选乙,都没有问题。 关键就在于,同学们能够根据这个书体的特点,和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得在物相结合。 那么甲呢,是历书的字体特点啊,根据考点类型一,咱们的讲解很容易进行辨认了。 那么我们可以说呢,这样的字体特点,捕捉雄浑,方静厚重,它跟自强不弃厚得在物。 这句话,它表现出来的这样的坚毅厚重的内涵,是相契合的。 那么选乙图呢,我们可以判断出来这属于行书啊。 那么我们可以说它,行云流水,飘逸率性,跟天行剑,君子以自强不息,帝是昆,君子以厚得在物。 这句话所表现的这样的包容万物,气势磅礴的内涵相切合。 那么其实啊,针对考点类型三,同学们啊,能够从书法作品的内容和精神内涵出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如其人,就能够做到运用书法知识来解决语文实践当中的具体问题。 好,那么这一节课的课堂总结呢,我们要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能够掌握常见的书体特点,从而准确辨别书体。 第二,能够从笔画,结构,章法,以及内涵等方面赏悉书法作品。 第三,能够在掌握一二点的基础上,做到运用书法知识,解决语文实践当中的实际问题。 作业呢,请同学们见附件。 今天我们了解和学习,欣赏书法作品呢,能够做到这三点,不仅仅是为了考试,更是在热爱我们的文化,了解我们的文化,传承我们的文化,希望同学们能够认真对待。 好,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好,这一课我们要讲的是语言表述专题复习。 在正式上课之前,我们先明确一下这节课的学习目标。 一,认识语言表述考点的类型。 二,能结合具体的语言环境,了解语法等语文知识。 这也是近几年的中考说明中所要求的。 三,掌握解题方法,学会在具体语境中分析语言表述错误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几道题。 第一个是2016年北京中考题。 下面是信中的一段文字,其中有一处有语病,请你找出来。 同学们可以暂停一下视频,阅读下面这个语段,并且思考一下。 你找出来了吗? 语段的最后一句,你们的钢铁之躯,为万家和乐奉献着自己的青春。 这里的主语使用不当。 奉献青春的应该是人,而不是钢铁之躯。 所以,可以把钢铁之躯删去,或者改为你们用钢铁之躯,为万家和乐奉献着自己的青春。 第二题,下面有一段游记,与段划线句子表述欠妥。 请结合语境,加以改正。 同学们可暂停阅读并思考一下。 哪里不妥? 我们看到这应该是个过渡句。 既然是过渡句,那就去看它的上下文。 群领起伏,朝霞辉映,长城犹如一条银色的裙带飘绕其间,描绘的是长城的景色。 所以,紧接着阴血对景色的感受,即长城的景色,让我陶醉。 它凝聚着中华民族劳动人民的智慧,象征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它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这是下文。 赞美的是长城的精神,所以应该承接长城的精神,让我赞叹。 这两个顺序应该换一下。 第三题,划线句子作为这段文字的总结句,有一处表达欠妥,请你加以修改。 大家可以暂停来思考一下。 我们一起来看,首先,划线句本身并不存在与病,这就需要结合材料内容具体分析。 通读材料,我们能够发现,参展规模,园艺资源,低碳环保,能够和前面表述一一对应。 而材料中,此外,科技创新成果,在展会上的应用,让人应接不暇。 奇幻光影森林,集成AR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人机互动技术等,与山海经相结合。 打造了一个充满想象的奇幻世界。 这两句表达的是科技创新,总结句中没有体现,即总结句,概括不全面。 所以,因在低碳环保后面加上科技创新成果。 我们可以发现,近几年中考对病句的考察,往往在具体语境中进行,分值两分左右,考察形式比较灵活,有找出表达欠妥的语句并修改,有选出修改正确或错误的一项。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的中考题和中考模拟题语聘的类型比较模糊,出现总起句,总结句,划线句,表输欠妥等题杆要求。 往往题杆中的单句需要结合具体语境分析。 因此,我们把这样的题型不再单一地叫并句修改,可以统称为语言表述。 语言表述具体指用词准确,语意明白,结构妥贴,语句简洁,文理贯通等,能够表述了清晰,准确,连贯,得体,没有语并。 中考近两年不单程考察单读句子的语并,而是把句子放在整个语段中,考察句子与前后文内容是否照应,是否连贯等。 下面,我们将这两种考点类型展开来说。 第一,就是我们熟悉的并句体。 并句可以分为七种类型,分别为,用词不当,成分搭配不当,成分残缺,成分多余,语序不当,表意不明,不合逻辑。 其中,每个类型又分为几种情况,下面,我们结合典型立题进行具体分析。 在看立题的时候,也请大家跟我同步思考一下。 第一,他经过三年的艰苦拼搏,中考取得了优异成就。 这里就是用词不当,成就词意过重,应该为成绩。 第二,他那崇高的革命品质,经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品质不能浮现,这就是搭配不当,可改为他那伟大的革命形象。 第三,通过综合性学习,使我们不但增长了知识,而且提高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的句子,其中,有通过和使,借词多余导致主语残缺,应该删去通过或者使。 第四,许多家长对孩子过于溺爱,犯来张口,依来伸手,这对孩子的成长是有害的。 其中,溺爱就是过分宠爱的意思,前面还有过于就重复了。 这就是成分多余的错误。 第五,各种新发现的流行病,使我们改正并认识了自己不良的卫生习惯。 我们一般是先认识,再改正,所以是语序不当。 第六,以通俗的语言来解读论语,是否影响其学术含量,古汉语专家张教授在接受采访时予以坚决否定。 在这里,我们并不知道专家否定的是影响其学术含量,还是不影响,所以表意不明。 修改时,我们要将其说清楚。 第七,为了避免今后不发生类似的事故,我们应尽快健全安全制度。 这样的句子我们也很熟悉,避免不发生,就是发生,意思完全相反,不合逻辑。 同样,我们常常遇到的句式杂柔,也是不合逻辑。 对于并句的判断与修改,你通常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大家可以暂停一下视频,想一想。 其实,我们可以遵循以下几个思路。 一,找出主干,先找出句子的主卫兵,看成分是否残缺,搭配是否得当。 没有问题,检查修饰语是否能恰当地修饰或说明中心语。 二,体会意思,体会这句话想要表达的意思,然后看句子逻辑是否有问题,指代是否明确。 三,看关联词语是否搭配得当。 关联词语的使用,一要看位置,二要看搭配,三要看运用恰当与否。 四,如果有多个词语或短语连用,要注意它们的语序是否正确。 下面我们来实战一下,大家要注意的是,在对并句的实际考察中,也是在语境之中进行的。 来看第一题,下面文段画直线句有两处表达见妥,请你加以修改。 请大家暂停视频,看一下文段,并思考。 我们先提取句句子主干,两国建立典范。 我们一般不说建立典范,这里搭配不当,应该将建立改为数理。 再看这里,连用了两个短语,密切合作,相互信任,应该是先信任,再合作,与序不当,应该调换一下。 第二题,后三句中有一个句子,两处表达欠妥,请你分别找出来,并加以修改。 给了一个区间提示,大家可以暂停思考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第三句和第五句是没有问题的。 聚焦第四句,先提取主干试一下。 静暮诉说人生,主语与宾语不能搭配,应该是名人故居诉说着什么样的人生。 还有一处错误,我们看修士语。 平凡人生,从前面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名人的事迹和精神都是不平凡的,所以这里用词不当。 而这需要从语境中读出来,最后修改为,这些静暮的名人故居,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的非凡人生。 下面看第二个考点类型,也就是在语段中承担着某种功能的句子。 常考的有过渡句,总起句和总结句。 这些句子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可以暂停思考一下。 相信大家能够说出来,过渡句,在段落的中间,起乘上起下的作用。 总起句,总领全文,在某个段落中,概括整段文章的主旨。 总结句,概括了整个段落,表达了整个段落的大意。 对于这样的提醒,你会怎么解答呢? 大家可以暂停视频,想一想。 首先,一定要结合具体语言环境分析。 总起句,要分析总起句所包含几个方面的内容,后面所表述内容是否都设计,逻辑顺序是否和总起句保持一致。 过渡句,要分析所衔接上下文的句子是否逻辑顺序颠倒,是否承接上文并引起下文。 上下文内容是否都和过渡句前后互相照应。 总结句,要具体分析前面内容是否能被总结句囊括。 避免出现前面讲述了,后面没有总结到,或前面没有出现,总结句涉及的情况。 下面,我们再来实战一下。 第一题,根据上下文关联看,画线句有一处表达欠托,请你加以改正。 大家可以暂停视频思考一下。 这一句在一段的开头,可能为总起句,那我们就看它的内容与下文是否对应。 结合下文,于平博尝试填词唱曲式的吟唱。 朱光前,于平博,林徽英还试着分别用安徽腔,浙江土腔和福建土腔来读诗,可知。 是先写形式,后写语言,故应该把各种语言和各种形式调换位置。 第二题,这是一道2018年的北京中考题。 画线的句子作为这段文字的总结句,有一处表达欠托,请你加以修改。 同样,请大家暂停视频思考一下。 总结句,要分析前面内容是否都被囊括。 我们来看前面的内容。 前面的内容有对园内珍宝大肆抢夺,运不走的疯狂打杂,也就是剧中所说的连抢带杂。 但是,也还有为了销毁罪证,纵火焚烧,所以这一句内容不全,应该再加上并纵火焚烧。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第一,表述欠托,既可能考察语病,又可能考察语段中的句子,与前后文内容是否照应,是否连贯等。 第二,出题人是在语境中考察知识点与能力点,那我们在解题的时候,也要结合语境具体分析。 第三,回顾前面的解题思路,掌握正确的方法才有效率。 最后请大家按时完成附件里的作业。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祝同学们学习愉快。